观众朋友们好,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 旅居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上星期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 首次披露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亲属的贪腐丑闻 指出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曾指使他调查王岐山的家人 并透露其外职姚庆的私人飞机编号和航班资料 几天后呢,郭文贵又发推文爆料 指反贪一号人物的亲属向波音公司定制私人飞机 带女模特在飞机上性爱的荒淫情节 郭文贵说,他的核爆级爆料只是刚刚开始 他表示,如果不能拿出中纪委、政法委骗偷、贪腐、杀人灭口 海外资产存款、上万亿等证据,他甘愿抛斧自尽 那么郭文贵的最新爆料可信度如何 揭发王岐山亲属贪腐丑闻对于中共反腐一号人物 乃至整个反腐运动会有多大杀伤力 中共当局这一次对郭文贵反应强烈 是否印证了他的新一波爆料触到了中共的痛处 北京时间星期一晚时事大家谈 带您一同关注 在阔风里面的中心中 有没有出现